5、6、7、8 喊着口号拿着旗帜 多人走上街头 声援巴勒斯坦 我们今天来到这里 这不是关于 religion 而是关于人们 一起来一起 然后祈求正确 我支持人们 在各种方式 尾巴冲突导致加萨走廊 当地的巴勒斯坦民众深受其苦 英国伦敦21号就发起了 支持巴勒斯坦游行 大约有数十万民众参与 而澳洲雪梨也有数千人声援 高喊自由巴勒斯坦 停止种族灭绝的口号 而11号埃及在开罗 举行和平高峰会 想要促成一巴停火 除了周边中东国家 不少欧洲国家的领袖 以及外交部长都有到场 而巴勒斯坦总统 阿巴斯坚决表示 绝对不会离开自己的土地 各国呼吁希望不要扩大冲突 但实际上早已夹剧了各国隔阂 地中海岛国塞普勒斯的 以色列大使馆附近 21号凌晨发生一起土制炸弹爆炸事件 尽管无人伤亡 但可能与尾巴冲突有关 专家认为这场战争 重准备了中东每一个角落 现在各国政府都希望能和平解决 但截至目前 以色列加萨 依旧耗生轰隆 TVBS新闻综合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